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晨和齐阳的比试不仅有众多弟子在场 更有长教师兄亲自在场监督 怎会耍诈 而且风云对决 全凭自愿 伤了 残了 皆须自受 何须任何人交代 师妹莫不是忘了齐阳的身份 师兄这是拿齐家来压我吗 二位师 禀方长教 出大事了 长教 他是从赵国连夜赶过来的士兵 赵国 赵国有难 几十个村子的村民惨遭恶人毒手 求仙人相助 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被紫荆葫芦吐出来 蒸火灼烧也毫无变化 这种任性的语气 也就只有他了 这家伙连道歉都这么毙 真是 算了算了 我大人有大量 才懒得跟你借借 竟是三文魂灵丹 有了他 我的灵魂修为说不定能从灵界突破至玄界 虽然脾气古怪了一点 出手还是挺大方的嘛 这是 刻在丹药中 炼丹师本人的灵魂烙印 从这烙印中 能看到这颗丹药的详细炼制手法 也就是说 有了这仙伦眼 以后看到更高级的丹药 我也能知道它的炼制手法 说不定 就连天际弹都能炼制出来 炼制手法 我感觉 evil medidas 炼 people którzy 火花 炼人 很厉害 从怪对 小怪 神 魂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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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师知你天赋不凡 但如此天气 终究还是帝宫里 这最后一季天灵 一定要考虑 那我就算死 也不会死得这么窝囊 初恋结束了 怎么没反应 拔荒斩 拔荒斩 好霸道的名字 拔荒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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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这是怎么了 你这练的是什么招式 不管练的是什么 以后都不能用了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 身体负担不起 知道了 师父 我不会轻易动用的 师父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听说你和齐阳打了一场 靠着一具傀儡才脱身 走吧 我想好怎么去练你 妖兽森林 师父 你该不是想要我和妖兽对战吧 看那里 软软的 软软的 做工好像还可以 看中这个了 我眉毛 什么眉毛 要是你真看中了 我劝你换一个 这个女傀儡的功能 不是很全 不全 她只有一条胳膊 在内门陪弟子打斗的时候损坏了 这才被卖到了我万宝哥 傀儡炼制的材料难寻 所以就搁斥了 我就要她了 不过 这都损坏了 可以便宜点吗 少收你五万零十 十万 说起来 这女傀儡只是人气 发挥不了多少实力 我这里也卖 升级到玄奇的材料 一起买的话 八折 要吗 掏空 都被掏空了 许久不见 庞昭老师 越来越会做生意了 这眼神把我认成兄长庞大海了 不会把楚轩儿师妹和楚灵儿师妹 也认成一个人了吧 我刚才又进入那种状态了 和当初一样 你如此轻易便化解这部力量 它到底是 小友 抱歉将你卷入 此魔物乃是不祥之物 老朽用了五千年也未将其镇压 唯有借你鲜火 将老朽与其一起杀了 才能彻底将其消灭 鲜火 前辈 我只有真火 你那未觉醒的真火便是鲜火 小友 小友 无需犹豫 动手吧 如此 千辈 那我便得罪了 死 安心 以前敢 死了 你也活不成 蛤 你 你 我早就该死了 我绝不会饶了你 我绝不会饶了你 我绝不会饶了你